今天就和大家一齊看一下 去了尾夫 一天有 這條片我也是 隨便拍攝 排好照片 在Apps那裏 錄音時也是第一次看完完整的片段 你說個別的鏡頭當然是看過 我拍的 但你說完整的片段就和大家一齊看 一齊看兼且一齊去描述 一出閘 A出口 萬事達廣場 旁邊已經有密密記 其實美夫也是一個可以約女的地方 譬如有些女兒住新界 你住九龍的 就可以約萬事達廣場 附近 旁邊也有很多食屎 這是一個典型的 中產社區 先吃飯 上去 二樓這裏 就是牛車水 牛車水有很多年歷史 五十多元 叫了一碟炒飯 正在 有碗湯 有個包 有碟炒飯 五十多元 足夠兩個人吃 基本上 這裏就消失了 這裏就是 DJI Pocket 有少少問題 他不懂拍攝近鏡 跟我對焦 我多次都是這樣 不過算了 我們看看樓價 這裡 凍接過千萬 所以這是一個典型的 中產的蛇區 有兩個炮台 外面 不知道有什麼故事 但是 炮台的 順著這條路走 這條路 可以介紹一間 例如有時約旅 去哪裏吃 就去這間燉奶佬 燉奶佬 我們鑽進去看看 就是這裏 有個好處 就是 它的位置多 又是一間茶餐廳 亦都好坐 吃就一般 但是勝在好坐 其實我只是過對面 就是 禮芝閣公園 禮芝閣公園 本身是很大的 我覺得也有整個圍港 可以看看 它分兩邊 一邊就是寧藍之鋒 另一邊就是 麗芝閣公園 我們一進去 就是在公園那裏 那裏 那天星期六 就很多奔奔 那裏有個涼亭 都蠻漂亮的 整個景色都蠻漂亮的 但是那天比較熱 所以拍攝的時候 都好像二十幾三十度 感覺都像夏天 沿途 今天星期六 就真的 到處奔奔 就好像來了菲律賓 多個好像在香港 那裏也有個大的球場 剛好是沒有人踢球 我覺得走這個公園 最好晚上來 晚上沒有那麼熱 還有一個情調 我想好一點 日後就比較多人 看看有什麼時間 那裏中間有個噴水池 那裏中間有個噴水池 你看到 所以每一個位置都是很漂亮的 你看到 它都是有個精心的佈局 設計上面 這粮一條 這個糧層 對於我來說 都充滿回憶 有時 弱女 吃完燉奶奶 轉場 就會出來 拖一隻手 探 身 早ly 剛好得到這麼多人 這樣就不會上去 難道上去拍攝 旁邊也有些花花草草 拍一些花花草草 在另一角度看糧屏 旁邊是美孚站 陽光普照,真是好天氣 有個荔枝,國公園真是荔枝 沿途在公園底 一堆紛紛聚集 香港蠻有趣的 星期六 到處都有很多崩崩的 我也有發過的 上一上去公園上面那層 可以看看全景 我認為 始終是崩崩是女人的世界 遮車來錄日,沒有工作 一定是聚在一起 有些人的娛樂 有些人的娛樂 很低消費的娛樂 高空看下來的景色是這樣的 不過四面都是流景 我們沿路走下去 來到一個街市 所以整個美孚的東西都很齊 有街市,有大公園 不是新的街市 沒有冷氣 反而可以上去一層 看看美孚的私人屋院的廣場 有條龍 還有上面有些金色的天花板 這個就是那個平台 雖然它是私人召集 上面那個平台 但可以上來的 仍然有很多崩崩 又可以這樣說 多崩崩也是 多人請得起崩崩 這裏也算是很有錢的地方 中產的地方 有幾個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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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平台 很特別的 我們看看樓 當然內籠 我不知是怎樣 但你說外圍 基本上跟公屋差不多 當然是新型的公屋 有幾個水池 又另一個水池 它總共有四個水池 一個平台裏面有四個水池 然後又一個 然後有一堆樓 圍著 中間也有些小雙鋪 這些小雙鋪 譬如現在 又有 現在那些 最流行的夾公仔 夾公仔的機器 很好賺 因為最近被人揭發了 原來很好賺 這件事 所以到處放 旁邊的雙鋪都很齊 又有一個 你看到四個水池 都是很有特色的 再看看樓景 樓也沒什麼特別 多拍幾個照片 這是地利亞的小學 很特別的 這間學校是貼著 私人住宅 二樓就是學校 然後 上到頂那些全部都是住宅 很特別的一間學校 即是它那個位置很特別 意思就是說 很少見到這種學校 接著我就去了 姚中夷的文化館 還有嶺南之鋒 但是就沒有去 因為都 去得姚中夷 差不多大半天 很容易去的 就是在美夫對面 有條大橋 很漂亮的一條橋 然後就沿著這條橋走 看到中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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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化館 然後就有牌子指示 就去到姚中夷的文化館 那終於見不到 看到中殿 看到一些 香港人 本土的人 還有一條河花池 有姚中夷教授的石像 這個石像 很精細的 這個石像 又掉落了 反而後面的景色很清晰 掉落了 所以我用DJI Pocket的時候 要小心 拍前景的時候 要調校前景 這個管 就是這樣 有剪牌 說一些歷史的事情 我覺得不太有趣 不過也拍了下來 因為這些事情都悶 九龍關地界 反而有一條路可以上去 有一間酒店 可以上去看看 酒店也有些展館 很特別的 這個又上去 上去 有間 有些人坐在這裏 已經 那天也很熱 坐在這裏 就先嘗試冷氣 沒什麼人 這裏也是一個姚中夷文化館 這裏也是一部份 這裏還有兩三層 第二層就是 展館 第三層就是酒店 就是旅館 那裏 四十而不劃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花甲 七十古奈希 這個呢 這個呢 挺漂亮的 這個展館就賣一些紀念品 也是用文字做主題 如果你喜歡文字,來這裡就不錯了,但我對文字沒什麼感興 比較悶的東西,如果你太喜歡文字,會傾向不正常 找到值得去盡的事太幸福了 反而他中間有些字句,我就拍下了,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試過先認衰,先對得住自己,逆流大叔 倒影又見到我 人生就是一場比賽,跌碰又如何 應該是電影的句子 這場比賽我可能會跌倒,但我一定會站起來 2046,愛情這東西,時間是很關鍵的 認識太早或太遲,都不行 可以 珍惜啊 愛...愛...愛... 什麼...你頂嘴啊 他... 愛情你頂嘴 那你就要珍惜他了,意思就是這樣 旁邊有些紀念品 還有八家聖的印章 還有八家聖的印章 我要明目張膽的雪,我愛你,不再是秘白 嘩,教人表白 我愛香港 有這樣的一個牌子 向左走,向右走 好 生命中充滿了巧合 兩條平衡線也會有相交的一天 珍惜的東西是最不好漢的,應知靠 還有一些兒童話 這些字就是幾個字混在一起,變成一個字 都蠻有趣的 看完這個展館,不足夠了,上去夾夾 應該沒有東西看的 不過呢 都可以看一看全景 一間間展館在左邊 還有一些電影展館 這些就比較簡單 我自己覺得 隨便放幾張畫 就是這樣 這些可能是一些很舊年代的電影的海報 舊到我都不認識的 這些真是老一輩才有那種感興 才有那個共鳴 那我沒有啦,這些就 不過就 都可以拍下 做一個紀錄 那這裡呢,前面呢 也有一個鋼琴 那話說呢,這個姚宗兒博物館呢 早那一陣子我都看大J的片 大J也去過 那她跟女兒呢 都帶她去拍拖 那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都可以帶的 有一個鋼琴 那當然她拍的那些鏡子 應該不夠我多了 那我呢 應該是都氣了很久 那我什麼都拍一餐 那我拍到差不多了 那我就走了 那當然啦 那我出發 又是去做一些成人的事 那我拍一下那些樹 那沿途呢 那經開呢 有一間 就是有一棟豪宅 那這裡看看 那豪宅級別就是這些 香港的豪宅 那旁邊有個大草地 那今天就完了 那麼多謝收看 那麼多謝收看